今天大家交換一些策略戰略之後 其實我們又非常有信心 我們有信心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溝通努力 總預算成功的交付審查 我想應當是指日可待 所以說從暗淡無光 我們還是有信心 讓預算亮點依舊是亮點 我們會持續點亮台灣 那院長已經責程下令 要求各部會首長 要在下週下一次程序委員會之前 務必要全面動起來 去積極遊說朝野各黨的委員 那務必要精確的去傳達 預算復委審查的重要性 對於國家建設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所以各部會已經動起來 那包括卓院長本人 也已經主動向韓國瑜院長 提出希望能夠安排會面 來跟韓院長貢商這個總預算 能夠後續順利復委進入審查程序的這個事項 卓院長已經主動的向韓院長發出這樣子的一個見面的邀請請求 我們也都在等待韓院長方立法院方的回覆 卓院長他也特地發出了一個邀請 希望韓院長可以跟他見個面 大家就總預算未來要怎麼復委這件事情 可以靜下心來討論 然後讓我們國家可以順利再運作下去 所以今天大家對於未來總預算的復委 我們有信心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跟在野黨好好來溝通 好好未來一起來審這一部三兆元的一個總預算 也許我是楊人的卓院長